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2022年获预购这次针对我们蔬食不吃肉的社员朋友们推出了三道 除了以往每一年都有的束缚跳墙之外呢 今年多了焗烤红酱起司鲜酥 就是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个 它是五辛素 因为它还有奶油然后跟乳酪 然后这边看到的是三杯天杯杏鲍菇 天杯呢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什么是天杯 跟大家说它使用的是非基改的黄豆天杯 然后做的是三杯酱香 所以有麻油有杏鲍菇有九层塔有辣椒有香油有素蚝油 它味道很香 然后这边一看到呢我们先转台回来这里 焗烤红酱起司鲜酥 我跟大家说你用电锅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用烤箱 因为用烤箱你又怕烧焦对不对 可是电锅你完全不用这样想 就是去蒸它 然后像我这样用筷子吃 可以通过的话就OK了 中间这里吃不过是因为有一块很大块的玉米在中间 我是后来才发现的 然后这边先看到三杯天杯杏鲍菇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天杯 天杯其实呢它的起源是印尼 然后在当地叫做天杯 所以我们翻译过来都叫天杯 然后它在印尼啊它是被列为国宝级的食物 是一种天然发酵的大豆制品 它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而且它发酵之后有一个坚果跟蘑菇的香气 它没有纳豆的粘稠的口感 上过我课的社员朋友们就知道 我介绍过好几次天杯 对所以吃起来感觉还蛮好 我平常就会吃天杯了 所以对天杯我算相当的熟悉 那这一个焗烤红酱起司鲜酥呢 这边看到它是用益丝红酱 然后融合焗烤红酥 然后这里面有杏鲑菇 然后看到有花椰菜 有马铃薯玉米 而且很方便就用电锅蒸 大家就像我这样说的加热的方式就好了 这个平常也都可以加热来吃啊 如果蔬食的朋友你可以多买几份 平常你想要吃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 三杯天杯杏鲑菇那天我驻站的时候 它得到非常大的回响 大家都还蛮喜欢的 想说哦天杯原来是这个味道 我告诉大家不是 天杯的味道不是这样 它对我来讲它是有一个豆子的香气 然后我平常都是干煎 那我们这次用酱香 三杯酱香的方式去做 吃起来的口感跟味道都会更好 接受度会更高 所以蔬食朋友这两道都可以多加选择 好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